火国幼师足球队在柬埔寨冬运会小组排名垫底 新加坡足球总会成立检讨委员会提出十大建议 来提升球队未来在冬运会的表现水平 当中包括在新加坡超级足球联赛 给年轻球员更多上场的机会 另一项建议是将年轻球员纳入国家队的管辖 享有同样的资源 自从也会为球员规划健康饮食 心理备战和组织团建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